国民党传出要征召侯友宜选总统 最新民调中侯友宜已32.4% 领先赖清德和柯文哲 他到底要不要正面标态 勇于承担 为国家为人民努力做事 都是用尽的责任 但传出有意迎郭台铭回党的朱立伦 面对是否征召侯友宜 却是这么讲 绝对不容许有很多的谣言 不是事实的事情 影响国民党的团结 对于迎郭台铭回党 朱立伦说要团结才能下架民进党 但民嘴痛骂 你怎么不回头看 当初郭台铭对韩国瑜做了啥 各界提醒来营高层 别再机关算尽 郭台铭也别以为 你过去做的大家全会忘记 郭台铭当初初选一熟就烦脸 党内人这么讲 党内的仇恨值郭台铭最高 你现在想要把国民党并购 变成郭台铭企业 如果没有选到你 你是不是又像上次一样 又拂袖而去 谁试任当总统 在大势大飞的标准下检验 郭台铭恐怕连党内那关都过不了 记者张庄鹏 陈怡荣 台北报道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呢 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 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 希望大家爱用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